胡塞武装为什么这么猛 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见中国网友如此激动 集体对一个外国军队的阅兵士 刷出满屏飘过的牛逼和震撼 有人评价 作为外人 我们不能评判善恶 但这绝对是值得尊敬的军队 难怪沙特的王业兵干不过 很有血腥 这简直比坦克还坚不可摧 太震撼了 这TM才是阅兵 肃然起敬 大家好 我是原仔 到底是什么样的阵势 能让这些从小看着世界上最顶级阅兵长大的人 发出这样的感慨 答案就是胡塞武装的不死军团 2023年9月 胡塞武装庆祝革命9周年大阅兵 在所有3万5千名参演官兵中 打头阵的竟然是一支残疾军人方队 他们整齐化衣的拄着双拐 身体腾空后 用紧剩的好腿用力踩踏地面 他们的眼神里充满杀气 从里到外透着一股掩盖不住的精气神 路过观礼台 举起残壁 用空袖筒行军礼 有的受伤严重 站不起来 胡塞武装就让他们都坐在轮椅上 接受荣誉的洗礼 当这样一支方阵入场 全场起立 向他们挥拳振臂制衣 这个阅兵士应该是除中国大阅兵之外 最令人感到震撼的了 装备可能不如敌人 激战术也没那么高超 但精神意志中所体现的战斗力 一定不可小觑 很多人可能还没意识到 以残疾军人作为第一方阵的胡塞 到底要向世人传达些什么 首先这表明 这支军队绝不只是拖鞋军这么简单 他在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 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医疗体系和后勤保障 在战斗中 受伤严重的成员没有被抛弃 不仅鬼门关走了一趟活了下来 还没有离开军队 不能冲锋陷阵 那就去做无人机飞手 做不了飞手 那就转文职 干思想动员和宣传 一个残疾人方阵的精神激励 比一万个西方的隋军牧师都要强大 对外展现血腥 我们的队伍不怕牺牲 斗争到底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队内强调保障 重视烈士和牺牲 没有人会因为伤残被抛弃 消除了战士们的后顾之忧 其次 胡赛武装通过此举 高调展现了自己的组织程度和信仰与传承 就像英雄的老部队 展示布满弹孔的军旗一样 要把付出的代价摆在明面上 让追随自己的人民 看到这份事业的残酷 劝退社会中摸鱼的日子人 和战争狂热分子 让大家都有得选 在中方舆论的裹挟和描摹下 他们此前被全世界认为是泥腿子 但却把全员美式装备的沙特 揍成了运输大队长 在国内取得胜利站稳脚跟后 并没有停下革命的脚步 踏出国门抗美援巴 在背后老大哥伊朗的支持下 和帝国主义在中东的代理人以色列开干 即便在毫无制空前的情况下 遭受美英战机的联合打击损失惨重 但隔天又能掏出反舰导弹 打冷枪冷炮 弄得世界霸主密布发丧 还高喊战略定力 不敢踏入亚丁湾半部 外国人看到这些 也许还没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是作为中国人太熟悉了 甚至这样的军队不得了 装备从无到有 实力从弱到强 纵然敌众我寡 纵然身陷重围 但是敢于亮剑 以前从来没想到 中文互联网竟然还会讨论这样的话题 问现在的美国能打赢胡塞武装吗 半年前要是有人敢这么问 评论区高赞一定是有人假装精神病院院长 让你自己下楼 可今天500多条回答里 没人嘲笑这个问题 不然为什么不打呢 都起你美国人脸上了呀 当人们开始讨论 犬容二线部落和周天子的天兵 谁更能打的时候 结果不重要 天下公主已经输了 为什么说胡在武装的身上 充满了艺术的张力 因为哪怕是最天马行空的军事小说 也不敢这么写 一个多年来中东边缘国家的独立武装 江湖人称拖鞋军 你以为他的画风是AK皮卡梅良心炮 可实际上人家最熟练掌握的军事技能 是发射各种弹道导弹 听到这个组织的名字 你也许会下意识地认为 他的战绩顶多是几个自杀式炸弹袭击 107炮火洗地 可实际上 胡赛武装是21世纪全球范围内 击沉军舰最多的军事组织 占全球军舰总沉没吨位的三分之二 之前和沙特为首的海河会联军 真刀真枪地干了七八年 打到对面赔款求停战 张口就是2000亿美元 海河会联合舰队旗舰利亚德号 正式栽在了他们手里 这些天 胡赛战略威慑的目标 更是匹配到了谁也没曾料到的对手 美国大航母 这样一个武装 被西方多年来渲染成了恐怖组织 弄得很多人一听到胡赛 就以为人家的领导层 还是落后原始的部落酋长制 可只要你留心下新闻内容 就会发现 胡赛武装的决策中枢 居然是政治局 比如前段时间 胡赛武装表示 只有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船只 可以安全通过红海 正是其政治局成员 穆罕默德巴基地 接受采访时说的 哪些国家 哪些政党有政治局 大家不会陌生吧 这些机构是普通组织能有的吗 但凡对这三个字 有所了解的朋友都知道 政治局的存在就意味着 一 胡赛武装已经实现了 组织和思想的进化 建立了现代政权体系 二 整合了各部落和兄弟单位的力量 组建了统一战线 三 不仅拥有广泛的基层组织 而且还有通过层层选拔 产生的领导集体 而这个先进的组织架构 在以伊朗为核心的 抵抗之户中 是普遍存在的 还记得之前我们提到的 真主党吗 他们是胡赛的盟友 坚持政治挂帅 注重基层 服从命令 行动一致 日常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 统一战线 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 深暗枪杆子里出政权 而且军队是建立在 老百姓支持的基础上 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 在党内的身份是总书记 最常看的书是毛选 他们会给黎巴嫩南部的 伪军计红黑帐 在对一作战上 坚持13条战斗原则 概括下就是 敌进我退 敌注我扰 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 在这次巴以冲突中 以色列的拉垮 令人印象深刻 但更让我感到刷新认知的是 这几个月来 真主党哈马斯 胡赛 这些之前不太起眼的武装力量 所展现出的强大和潜力 他们反帝反殖民的事业 似乎正在走着一条 我们中国人十分熟悉的道路 你可以说他装备不行 也可以说他根据地偏僻 但唯独不能小瞧了 这些人的战斗力 纪律性和组织度 在这里我用一个战力 就能很好的说明这一切 杜雷西米围城战 是胡赛武装和沙特之间的 一场经典战役 也是列宁格勒之后 时间最长的围城战 足足一年零九个月 沙特立体攻防 手握制空拳 胡赛武装为了给孤城补给 脑洞大开敢想敢干 不仅干成了还全身而退 一开始他们用小型无人机 空投食物 但效率太低 后来创造性的把火箭弹 战斗部拆除 换成补给发射 最狠的来了 这帮人最后竟然从飞机坟场里 东拼西凑了一架 能飞的米171直升机 为了突破封锁完成补给 他们先把飞机拆成零件 秘密运抵前线 拼好后快速升空完成空投 当沙特军队反应过来时 直升机已经又成了一地零件 被安全撤回 好家伙 组织度装备知识勇气 和主观能动性兼具 这些离谱的细节 直接颠覆了 我对中东大区的固有印象 这段时间在世界各国里 最心情舒畅的 应该就是沙特了 胡赛武装打美帝 收益最大的一方就是王爷 一举治好了沙特多年的精神内耗 赔款停战认怂后 才发现原来你美国人 也打不过拖鞋军 那我还一抹个毛啊 自信心一下子就支愣了起来 以前觉得打不过是自己猜 现在发现美国人下场了也没办法 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 只怪对面太强 一月初当所有中国人都在感叹 耳斌你让我感到陌生 殊不知道了月底 看国际新闻还得再惊呼 美军你也让我感到陌生 这还是那个没事找事 搞一关洗衣粉 也要虽远避诸的天兵吗 基地被炸说没事 只是脑震荡 军舰被轰说无防 人家没打着 打着军舰护航的名义 割胡赛武装的阵前 这战略定力都是打哪学的 抗美援朝被志愿军退到三八线 以为是美军的低谷 现在回头看 原来那才是美利坚战斗意志的巅峰 当年被志愿军夜袭 还能抡起工兵产拼冷兵器 在上甘岭被卡丘莎火力压制 还能前赴后继搞人海冲锋抢山头 可后来呢 不是阿富汗政府军太愚蠢 实在是塔利班军威太盛 美军也不得不在喀布尔上演空中飞人 不是沙特人傻钱多 实在是胡塞武装人狠活夺 换成美国军舰也大气不敢多喘 胡塞打美国肯定是打不过 但这并不妨碍红海危机的历史意义 因为战力不对称不是问题的关键 关键是美国作为军事霸主 正球级领导的神性已经轰然瓦解 神不能流血 否则就成了众矢之地 今天的美国不仅挨了胡塞的揍 而且地球人都看到了 美国头上出现了明晃晃的一个大雪条 不太玩动作游戏的朋友也许还不明白 雪条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 那很可能是剧情需要 对方是无敌的存在 象征性打一打 死也心安理得 可如果能打掉哪怕一丝血 屏幕出现血条 好 玩起袖子坐直了 我就是惨死一百遍 也要全力以赴打败你让剧情翻篇 今天的世界正处在激烈的变革中 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已经开始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朝鲜战争只是停战 解放战争还未完成 俄乌在打 巴尔在打 伊朗 野门 黎巴嫩都在打 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 突然签署了协议 之后很快四个都已经下场 参与到了战争中 身处历史洪流之中 无法看清历史的全貌 也许很多年后 回顾这段2024年初的魔幻 史书上的记载 已是大战爆发后的故事线 但读过历史的都明白 一战二战的经验告诉我们 最晚下场的往往能赢到最后 你说对吧 巴拉特